2011年至2018年 有些單位為何賣不出 好像剛才局長搭的時候 有些單位是用來發展 用來出租的 有些好像為何有空置單位 好像有些HOS 據屋交了地稅 就進入私人市場 依依有空置單位 有些單位是用來 政府還未出一個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這些滿意旨 雖然出了Occupation Permit 但是這些是未賣得住的 剛才公民黨的事實都扭轉了 只是希望針對政府 迫政府加多些稅 好像那四個辣椒公民黨 和其他黨都是支持的 但是每一次我們的辣椒出現 所以價錢就加進去 所以責任是政府 不是可以隨便加稅 稅是簡單的 公民黨是代表 他們說他們代表民主 又要代表有一個自由的 但是有很多業主不出租 或者留回房子給兒子 他們就要管 說不行 所以他們講一套做一套 好像很簡單 好像我們一地兩檢一樣 一地兩檢 政府說了很多次 說這是符合基本法 但是今時今日 他們都是不同意 所以他們說一套做一套 很感謝你 有沒有問題 我可以回答的呢 我或者我先說兩句 我們香港一直都對於我們那個自由經濟 是非常之自豪的 特別是政府 每一年 當快要宣佈哪個國家排第一的時候 政府都很緊張的 現在加以這些特別稅額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香港自由經濟呢 這個是大家關注的 還有自由經濟裏面也都有一個簡單稅制 簡單稅制 我們是行之有效 這麼多年都是行之有效的 市民也都不希望去改變的 所以我們對於有人提出這兩個稅額 是不贊成的 我很樂意跟郭榮鏗在這裏辯論 如果他用那些九千個 我全部問了政府 拿了這些文件 每一年一個空置單位 是哪裏多少 全部都在這裏 所以我問個問題 我答個問題 指出他的錯在那裏 全部有根有據 這九千個 我知道是怎麼來的 多少年 多少多少 多少正 他是說到好像 2017年有九千個空置單位不賣 這個是錯的 我只是向香港市民解釋整個情況 誰有樓不肯賣 誰有樓不想住 多謝 我們有290,000人 們 去到時間 到mor returns 郭榮 definit 市民懈 不應該貿讀 施交 但她發的問題 所有 just to impose tax and the question will go away the whole issue is when flats are empty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when the government occupation permits is not being issued in time when the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is taking a long time to issue those are the flats that are being laid in idle and empty OK? Muchas... The 9,000 units I mentioned in the questions 6,000 of them 有關公屋那裏我也想講講 我們經文聯做了兩天 我們都去講到有關一些公屋重建 早幾年政府提出22個區重建 結果華富一二重建 應該是第三個 華富一二村是由9100個單位 增加到超過2萬個單位 即是可以看到如果將舊區重建 公屋的數字是可以很快很快去增加的 政府如果是要解決公屋的問題 應該從公屋重建那裏盡快著手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公屋 現在在裏面是殘破不堪的 居民每天就要大降規進去發家 碩斯、摩洛等等這些情況 你說如果將22個區所有公屋重建 我相信那個單位的數字是可以倍升的 謝謝